大家好 这一期准备给我的兰花上盆 因为已经万事俱备 兰花的根系给晾干了 以后这个植料 也用了这个兰菌网浸泡了三个小时 为什么要浸泡呢 就是要增加植料中的有育菌 因为兰菌网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兰花共生菌 这样的话这些植料有育菌多了 上盆之后就能让它快速浮盆 快速修复兰花的根系 我们上盆之前一定要在这个盆的底部 垫上一点透水层 我用的是这个陶粒 这个陶粒它又轻透水性又好 直接给它上盆就可以烂 我们先梳理一下兰花的根 不要给它搅拌在一起 因为这壳兰花的根实在太多了 把这些根全部覆盖好之后 接下来给它使用一点杀虫药 因为现在开春 是小害虫活跃的一个季节 给它放上一两勺这种杀虫药比虫林 预防上盆之后收到害虫的清洗 再给它盖上一层植料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植料是浸泡过南君王的 所以是属于一种潮湿的状态 我们上盆之后不要急着给它交定根水 等到五天左右的时间 再给它交定根水 那么接下来这几天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两通风的地方来养护 交往定根水之后 再给它逐渐的增加光照去给它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